Hello,大家好,我是王一 你们总说我别的歌曲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挑战 那么今天就带来一首比较有挑战的歌曲 就是《陶者的黑色柳冰记的教学》 情话少说,我们直接看示范视频 《陶者的黑色柳冰记的教学》 《陶者的黑色柳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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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慢速的看一下歌曲的前奏 前奏是右手的人工泛音 注意看上面有个标记 首先是弹响四弦的十四品 然后在十四的上方有一个数字二 那么就是用左手按在四弦的二品 人工泛音怎么弹奏呢 它的原理是跟自然泛音是一样的 都是相隔十二品处都可以做一个翻音的效果 比如像左手按在四弦的二品 那么相隔的十二品也就是十四品 就可以做一个人工泛音的效果 人工泛音如何去弹奏 比如我们用十二品来做一个例子 正常我们是用左手的韧异指 轻靠在十二品的品注处 弹响的同时离开 是一个翻音效果 人工泛音也就是一个右手的翻音 是用右手独立完成的 这里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食指轻靠在十二品的品注处 然后拇指勾弦 弹响的同时食指离开 食指轻靠在十二品品注处 然后拇指拨弦 然后拇指拨iem 再来看一下 弹奏的时候呢可以把小指靠在面板上做一个支撑点 这样手指拨弦会更稳定 还有一个方式呢 也是用食指做一个翻音 食指轻靠在十二品的品注处 然后用中指来勾弦 好我们来弹奏一下歌曲的前奏 这里呢 实际上左手的支法就是一个AM的指定 然后在相隔的12品处 去做一个人工翻音 注意看我左手的手指是有变化的 弹2弦的13品是 左手的食指是按在1品 然后再弹2弦的12品 左手是空弦 然后三弦的空弦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歌曲的主歌 注意看我手指的安排 第二小节这里呢是一个双音 所以呢这里是安排中指 来做一个基弦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做下简化 就是把第二拍的这个双音 变成一个单音的二弦就可以 实际上呢 听觉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这时呢 你就可以用十指跟中指做一个基弦 就会简单很多 好再来慢速看一下 用D和弦 然后这里的D和弦呢 我选择的是一个小指的一个折指的按法 就是用小指的这个侧面去按弦 然后同时这个关节 然后同时这个关节而注意看它是这样的 然后用这个侧面去按弦 当然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无名指的一个折指方式 看个人的习惯啊 或者说普通的按法 一二三四指都可以 好再来连贯的弹一下 然后在第三行这里呢 我把基弦改成了一个滑音 这样弹起来会更容易 这里呢有一个小指的机构弦 也是一个阳七指法 然后小指按机构弦在二弦的十品处 好这种歌曲的B段 首先是一个A和弦 然后小指按在一弦的五品 然后F大七 拇指按在六弦的一品 紧接着三品的G六和弦 保持F大七的指法 平行移动到三品就可以 黑瓜四 还是一个F大七 拇指按在六弦的一品 谷口要完全的打开 这个位置完全打开 贴在琴丁上面 就是符歌之弦 A和弦 这里是一个16分音符 这里是一个16分音符 然后把音消掉 用手掌的侧面闷住琴弦 下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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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复歌的部分呢 使用到了非常多的五和弦 第一个是一个A5 是一个十指小黄按 然后弹响 543弦 第二个是一个F5和弦 也是小指的一个折指 弹 6 5 4弦 这个和弦也可以选择用 无名指折指或者是三四指去按 这几种方式呢都是可以的 三四指会更简单一些 用小指的话就是把手指 关节 这样折过来 然后用这个侧面去按弦 这个和弦呢 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其实你要同时把三根弦按响 是很有难度的 需要花一定时间去练 所以这里的五和弦呢 也可以灵活的调整一下 不一定非得用折指 一四指的折指 或一三指的折指去弹 也可以直接使用一个 一三四指就可以了 弹响方式是一二的 好来慢速的看一下 这里的右手扫弦呢 我选择的是一个 中指加无名指向下扫弦 然后四指向上拨弦 下上 下下下下下下 然后弹响的时候 一定注意看 我把扫弦的弦数都标记上了 比如像A5和弦 我们弹的是一个543 R5和弦弦的弦是一个654 这个一定要看好 下上下上下下下下下上 给你看它 注意看这里 是一个连续的32分银腑 加上切音的一个效果 下下下下下 这里的切音 直接用左手 焖住新弦就可以 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 再来看一下 下上下上下 下上下上下 二三四 好 这种陶折的黑色柳丁 就为大家讲演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